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周浩飞 来自广东 多大年纪 今年37岁 37 跟我也差不多了 我还有一样东西 准备要送给你的 送给我 对 什么 是符字 你写的 舍得 为什么送舍得给我呢 因为我们人生 要有舍方能有得 所以舍得 它这个含义很广泛 但像我之前 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别人帮我 但现在我在帮助别人 说说你的手吧 我的手臂是 因为小时候淘气 爬上边要去去玩 然后截肢了 多大年纪 四岁的时候 够淘气的 但那会儿 对于两只手的重要性 还没有太大的重视 在家里的时候 想喝水都不方便 需要人照 想伸手 想伸手去拿 拿不了 我这样子的话 很多那些邻居都不跟我玩 因为就是因为我缺少一双手 所以他们都不跟我玩 关键是还需要人照 对 家里是谁照顾的 父母照顾我 因为当时自己很多事情也做不了 跟着我爸妈呢 开始锻炼我 用脚啊 拿东西啊 做一些事情 这东西你父母也没法教你 得你自己教自个儿 当时也是父母在一边在辅助我 最难练的是什么 刷牙 最难练的不是刷牙 而是吃饭 就是拿瓢吃饭 对 那个更难 对 因为那时候练的时候呢 脚啊 经常会夹那个条跟啊 夹得起泡 而休息个一两天 又在练习 因为小时候刚拿的时候 他拿不稳嘛 就用那个橡皮筋绑着 这样子来拿 那拿笔就更别说了 因为那时候 自己不敢去面对学生 也怕被欺负 怕遭到一些侮辱的语言的攻击 到十二岁的时候 自己也长大也懂事了 就强烈要求去上学了 后来呢 我的家人呢 就把我带去学校上学了 后面读了两年呢 自己还是辍学了 因为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不读书了能干什么 闯社会 没有读书之后呢 我又不想再待在家里 做一个累赘 所以我就出来在外面 因为小时候我爷爷那些 也教了我写字 后面我出来外面呢 就写那些书画卖 刚开始 就写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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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是他们做一场演讲 当时我就心血来潮 我在想 什么时候我有机会 能上台去把我的故事分享一下 能把我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呢 我们的会长李洪国 他就在开会的时候就说 他说 豪飞 你可以上台去讲一下 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他们就特地帮我 组织了一场活动 而我真的也如愿了 上了台去做一些分享 虽然说是短短几十分钟 但是那几十分钟的话 是我这几十年来最开心的 也最轻松的那几十分钟 所以后面呢我就想 把我的演讲啊 那励志演讲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让那些人所遇到困难的时候 所遭受挫折的时候 看一下我这样子都可以 都可以那么勇敢那么坚强 你还有什么理由说 这也做不到那也做不到呢 他现在还获得了一些荣誉 你现在是什么会的 我是红绵慈善会的形象大使 形象大使 现在经常用这种书画的方式 作为拍卖 做公益事业 我们经常的话是 把拍卖锁到那善款呢 全部都捐出去 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我小时候 也是人家帮我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我现在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回馈社会 他爸妈肯定没想到 这臭小子到现在 能取得这样的一些成就 本还以为他会成为家人的负担 人家现在婚也结了 是吧 成绩也有了 孩子还两个 所以父母对你才是刮目相看 掌声有请父母 来介绍一下自己 您先来 主持人也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周豪飞的爸爸 老师你们好 我是周豪飞的妈妈 姨树珍 四岁的时候那场灾难 对于你们来说 是有很沉痛的打击 你们送到他医院的时候 医生那时候要节肢才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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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只有爸妈好 有爸妈的孩子想快抱 投进爸妈的怀抱 幸福想不了 谢谢 改了一个霸子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想把我的立志 带给全国全世界 谢谢 谢谢 来 请回 就是想拥有更多的演讲的机会 对 来分享自己的故事 需要更多的演讲机会的心愿 赵小业又可以帮他实现 这个张启明也行 刚才从这个心愿持有者 从你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乐观 然后感觉上这个失去双臂过后 对你的生活 我觉得感觉上没有任何影响 我认为你这个心愿非常好 这个我们也愿意帮助你完成这个心愿 我们旗下有个叫熊山网 然后每个月会在线下举办 四场以上的 一百个企业家的这个婚会 我们也可以邀请你在我们婚会上 去分享 我们可以愿意提供你这种 这个立志传播的这种机会 给到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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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我想说到一点专业的东西 我觉得你的心愿非常好 我同意启明说的 你是一个具有非常正能量的年轻人 那么一个好的表达呢 是要专业化的 你的语言的组织 然后你的表达方式 说实话 从刚刚你上台到现在 我觉得你的事迹 你的故事打动了我 但是你的表达呢 还是稍微松散了一些 那其实呢 我是很希望未来能够帮你 第一提供更多的这种演讲的机会 第二我们是 营朗文化是专业的 公关活动公司 我们会从专业的角度 然后来帮你打磨 讨论你的演讲的稿子 让你这么好的内容 更有品质感 加油 谢谢 谢谢 其实现在有很多快速的传播渠道 我也希望你在这一块呢 能把你的故事变得更精彩一些 然后告诉他们 我如何碰到人生的灾难 依然能过上一个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我相信你会成为很多人的榜样 也希望你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也愿意贡献一份力量帮你去传播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祖豪飞身上 他最重要的一点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挺好 这一点很重要 就每个人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说我要去帮助别人 当然能帮助别人更好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你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 你自然而然就影响了别人 祖豪飞以后在分享故事的过程当中 尤其要谈到自己的家庭生活的责任感 把事说小一点 说得更实际一点 这样的话对别人更有帮助作用 谢谢 好吧 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来 我的握手就是拥抱 再见 好